大家好,在11月27日,在中国日照式举行的2023年全国田径大奖赛,第二战的女子100米蓝中,来自湖南的选手,夏斯林以13.29的成绩夺冠,赛后再次爆红,尽管13.29,在2023年的亚洲是可以排在第13名。 不过大家的焦点却再次落在她的颜值上,其中在赛后的一个访问中,不少人都被她轻心脱俗的外表所吸引着,甚至说她有点像Angela Baby,而不论是颜值、气质、实力等于两年前首次爆红相比,都提升到了一个层次。 夏斯林是在2003年出生,今年才20岁,不过她并不是纯偶像派的运动员。 在2017年14岁的她,就拿下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的100米蓝冠军,2019年更拿下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的100米蓝冠军。 在2019年,全国新年运动会女子100米蓝上,跟以13秒30,大幅打破全国少年纪录,虽然之后平静了有一段时间。 在2021年9月,在中国全约会的女子100米蓝上,以13秒40周围能进入决赛,不过之后进入北京体育大学就读。 在刘翔的恩师、顺海平教练的指导下,在2022年迎来的大爆发。 在2022年的上海基地赛上,先后跑出了13秒26,即13秒14的个人追加。 在中国疫情解封后,夏森林在2023年开始参加全国各地的大赛。 其中在2023年,全国势力田径锦标赛女子60米蓝上,夏森林以8秒22,创下个人追加并拿下第三名。 其中起跑时认真凝视着地上的这张照片,令他俘获了不少网友的心。 之后在日照式举进了全国田径赛第二战,以13秒24拿下100米蓝冠军。 他在这个八红的访问中提到目标,是入选国家队参加2022年的杭州亚运。 虽然他的成绩,以拿标参赛标准,但由于他在中国并不是最顶尽的选手, 所以还要再提升自己的实力,才能拿到亚运辉门票。 美丽,是一把双命刃,他可以带来不少好处,有令人气大增,增加代言机会等。 如夏森林得到了不少品牌签约,广告合作等机会。 抖音商的粉丝,甚至已经超过70万了。 但同时也会增加不少优惑,容易偏离轨道,过往有不少正面选手。 到后期慢慢转变成网红,而忘记了要成为运动员的初衷。 那也希望夏森林可以变好田径与工作,不要迷失自己,将来继续突破吧。 不知道大家对我今天影片有什么看法,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区留言哦。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先来到这边啦,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,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,按赞并且分享。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... 未经订阅我的频道 否订阅我的频道 需要您的经典